大家好,今天就是熊獸和阿蓮的對戰了 熊獸依然是用超男十字發射的 世界巨神自由回轉的輪盤外圍 抵消了路西法的攻擊 路西法的屏障就慢慢收縮 然後雙方互相攻擊 最後路西法就轉贏了巨神 第二局開始,巨神又轉用左回轉模式 他是翼人就撞開了路西法,並且推迫路西法 這個時候路西法就用變幻鐵壁撞開巨神 這個時候巨神就透過撞向滿邊的反作用力去飛上去 並且就爆了怪獸,然後受到地心吸力的影響跌下來 撞開了路西法,也都令到路西法的屏障收縮了 之後就正面撞向巨神 因為路西法撞到巨神攻擊環上的防爆機關 是無法擊爆到巨神的 這個時候巨神就用反擊破裂,擊爆了路西法 在對戰完結之後 阿蓮用仇恨的眼神看著紅仇 麻下了阿蓮向紅仇復仇的種子 根據之後的商品情報,路西法是會進化的 下一集,無印的主角就會對超王的主角 我當然支持紅仇和霸鬥 你們希望哪一個會贏,歡迎在討論區留言 請多多多個小時 請多多多朋友 明明可以留待